了解香港影视娱乐圈的朋友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个培训机构 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毫不夸张地说 香港电影电视曾经的辉煌跟这个培训班有莫大的关系 确实培养了不少天王天后大咖小咖 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曾经的明星培训机构 上世纪60年代之前 香港影视业谈不上繁荣 荧幕上多是粤语戏曲片 就算是武侠片呢也有着浓重的畅念作打印记 演员缺乏系统的培训机构 多数呢还是那种传统的师傅传帮带模式 60年代邵氏崛起 明星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为了培养人才 邵逸夫创立了一个南国实验剧团 这个南国实验剧团算是议员训练班的前神 60年代影坛四座金花 李晶 方盈 秦平 邢慧 都是出身于这个南国实验剧团 其中李晶呢更是宏极一时 1965年 为满17岁的李晶凭借于美人夺得了亚洲影后 男性当中南国出品的翘楚应该算是狄龙 可以说这些自产自消的明星 为邵氏的崛起立下了汉马功劳 南国实验剧团办得风生水起 60年代中后期 接连推出了江山美人 独臂刀 龙门客栈等等这些经典电影 但邵老板捧出来的这些人跟邵氏签约 就跟签了卖身器差不多 曾经啊有这样一个传闻 说独臂刀王宇曾经深夜跑到公司档案室里 一把火烧了一百多份艺人的合同 逼得邵义夫和旗下的艺人重新签约 1967年 TVB也就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式开台了 TVB的自制剧可以说搞得风生水起 68年 电视剧梦断晴天大获成功 于是呢 无线就加快了自制剧的步伐 这个电视剧可比电影的演员需求量大得多 这个南国实验剧团呢 就有点供应不上了 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提议 开办议员训练班招募人才 邵义夫呢 也是立刻拍板 同意创办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后来呢 跟南国实验剧团进行了合并 最初训练班就是个小作坊 师资呢 也不太行 但当时香港地面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想当明星 只能来这儿 加上政策还不错 除了少量的报名费之外 不收取任何费用 也不只看脸 门槛很低 唯一的要求就是高中毕业 或许邵义夫本人也没有想到 这个以储备人才为初衷的作坊 后来培养的人才可以说 占据了香港影视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早期的训练班属于脱产学习 放今天呢 叫全日制 为期一年 议员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针对电视领域 偏向实操 以打带练 前半年呢 学习必备的影视理论 有表演 台词 编剧这样的课程 下半年呢 要进组实习 成绩合格的就可以拿证书 优秀的一员就可以留下来 为我所用了 在很多人眼里 考入TVB训练班 就意味着前方星途闪耀 第一期训练班1972年开课 首次选拔了44名学员 其中的佼佼者是甘国亮和许少雄 甘国亮毕业以后先从演员干起 后来呢 爬到了无线节目部的主管 他呢 也是第一批北上的香港影人 曾经在《古今大战秦永晴》 这部电影当中担任监制 后来呢 也给大量的香港同行来内地发展 牵线搭桥 徐少雄 这个您看着是不是挺眼熟的 后来港片的金牌绿叶之一 徐少雄本身呢 也不太缺钱 去无线学习和跑龙套 纯属 也是为了交朋友 前八期训练班当中总共招了154个人 真正走出来的有15位左右 淘汰率还是非常高的 想成功确实需要才华和机遇 绝大部分都泯然众人了 其中第三期和第四期成名的最多 培养了周润发 林领东 吴梦达 杜琪峰 任达华 这样的人才 他们的作品呢 也陪着港片走入了黄金时代 大多数议员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都是跑龙套 就算是发哥也要在剧组大魔 珍惜每一个露脸的机会 周润发报考训练班的时候 除了钟景辉 其他考官都投了反对票 因为发哥确实没有任何的表演基础 读台词读的磕磕绊绊 也没有什么可以秀的才艺 但是钟景辉在他身上看到了决心和潜质 发哥这个人其实情商啊 还是非常高的 为了能上戏 发哥经常打扮得很帅气 站在台里的电梯口 一旦高层路过 发哥就过去打招呼 轻声地问候 次数多了 就给无限的高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很多监制就开始打听发哥在培训期间的成绩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发哥没有辜负钟景辉的赏识 跑了两年龙套 就跑成了主角 进入八十年代 训练班更是星光闪耀 由于巨星示范效应 让有志演戏的青年们趋之若鹜 1981年 刘德华报考了第十期训练班 华仔毕业之后呢 也跑了几年龙套 曾经和周星驰 欧阳振华一起在1982年的苏起儿当中有过客串 和刘德华同期的还有梁家辉和徐锦江 天王和海王是同班同学 您没想到吧 1982年 第十一届训练班算是星光最闪耀的一届 周星驰 梁朝伟 欧阳振华 吴振宇 李子雄 张兆辉等等数位影星 都是同门 梁朝伟和周星驰在进班之前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最早呢 是周星驰想进无限训练班 便拉着梁朝伟一块去报考 没想到梁朝伟被录取了 而星驰却落榜了 周星驰呢 最后只能上夜校 两人毕业之后的境遇截然不同 梁朝伟进入TVB大放异彩 没过多久呢 已经是多部热门影视剧的主角 后来成长为无限无苦将的时候 周星驰还在跑龙套 拍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八三版《射雕英雄传》里的《宋兵》 没办法 星驰只好曲线救国 先主持综艺节目混口饭吃 直到1989年遇到 李休闲才真正的踏入了影视圈的大门 1983年 训练班走出了吴钧如 刘嘉玲 刘青云等几位日后的明星 到了下半年 训练班进行了改制 学制缩短为半年 三个月学习基础知识 三个月进组训练 考试合格就可以成为无限的一员 1984年 郭富城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入学 跟少美棋邓翠文是同学 此后的三年 训练班一度停滞 并改为进修和招募两种形式 直到1987年再度正常招生 第13期训练班当中 属郑一剑和谢天华两人最为成功 此后两届 甄子丹 林家栋等人赶上了 TVB辉煌时代的末班车 在影视圈也占下了一席之地 进入90年代 无限一员训练班开始没落了 招生人数越来越少 1997年甚至颗粒无收 再也没有巨星级别的演员出现了 1999年的林峰奢士曼 2000年的叶玄算是最后的辉煌 如今呢 无限一员训练班 好像时不时的也还在开班 但已经被边缘化了 最近十多年 港片虽然年年拍 但依旧是80年代那批人 在忙活 整整 断了一代人